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会从这几个方面 一个因为一线的解剖相对来说比较特殊 因为它比较小在后腐膜的器官 而且它的信号的在子宫症上 信号和它的血固强化的表现也有点特点 所以今天我会简单的介绍一下 那后面会讲到一些我们这种一线的正常的跟生理的改变 或者是一些一线的这种解剖的这个变异 我们如何来分辨 不要把它误认为这个是个病变或者是个肿瘤 那我最后还是会以一个病例来给大家回顾一下 今天讲的这个内容 那今天给的第一病例呢 是一个男性的49岁 然后呢 他是反复上部腹脏一年余 然后呢 有皮肤的黄染一周的 那这个主要是在喝酒以后发现恶心 呕吐 然后呢 其实是怀疑一线炎的 当然这个人是有胆脑炎的病史的 胆脑结石的 这个病史的 然后来住院排除 那我们看 他的化验的指标呢 呃 没有 呃 除了肝功能里面 胆红素优点和肝功能比较高以外 其他的没有什么呃 特点 当然他有血脂高 然后呢 这C反应蛋白也是增高的 那我们看他的这个图像 这图像我们看到这个T2加全 我们看到在这个鱼头沟附近 只要看到有一个这样 一个结构 T2加全高信号的 那我们看在MRCP上 其实他的这个鱼管 这个主鱼管 在呃 跟鱼管这个汇合的地方 有一条环形 环绕的 这样的一根 一根鱼管 一根鱼管 那在弥散上 没有什么很特殊的信号 这边似乎有点高 呃 这个 inface和outface上 我们看到这个周围 这个这个一线的实测 信号稍微有点下涨啊 然后我们看到T2加全的 高信号的这个地方 其实是没有明显的 这样的一个信号的降低的 那我们看在这个是 T5的这个平少 我们看到 这个是一线的这个信号 我们看到中间有这个 这个 圆圈 一个圆形的 类圆形的这样信号 我们看到 这类圆形的这边缘 有点强化的 中间是不强化的 那周围 我们看到 这个是跟正常的 这种一线强化是一样的 看到这个 那我们看到 在这个灌状位上 灌状位上我们看到 我们在 在这个横端位上 看到这个圆形的这个结构啊 它跟十二指肠是通的 而这个十二指肠周围 其实这边 这边都是有 而且相应的 这个底段 这个阶段上 它这个地方 十二指肠是有狭窄的 然后我们横端位上看到 跟一线一样的 这样的信号 在这边被包扰着 包扰着 所以呢 我们看到这个 这个胆转化下段 其实胆管B 有点真厚的 有点真厚强化的 所以呢 这个 其实大家假如看到过的话 我们就知道 这个是一个 环状的这个一线 环状的这个一线 然后呢 我们在这个 正反向位上 我们看到 这个是一线 十字的 十字的地方 所以呢 它在反向位上 其实它的信号 有点下降的 我们看这个 HES的这个T2加全 刚才我们也讲 我们看到这个 十二指肠 跟这边是相通的 相应的这个部位 它十二指肠 是有狭窄的 所以呢 这个我们可以 诊断为 环状一线 引起的十二指肠 十二指肠 包了十二指肠 引起十二指肠 狭窄 而我们这个 本身它这个一线呢 是有脂肪的 这个颈论的 当然我们能够 在MRCP上 我们看到了 这边有聪颖的缺审 这个是有 胆囊炎 胆囊结石的 而且呢 我们看到 它的胆总管壁 其实也是有点 有点真厚 还这样强化的啊 所以呢 我们这个病例 我们首先要了解 这个一线的这个解剖 有什么异常 我刚才已经讲到了 那我们要了解 解剖有什么异常 我们首先要知道 它的正常解剖 应该是怎么样的 所以呢 我们要看 它正常的解剖 或者在信号的特点 有哪些的 有哪些特点 然后它的强化 跟一线 因为它是一个 内蜂蜜的一个脏器 所以呢 它跟其他的 比如说像肝脏啊 比如说像脾胀 它这个强化方式 会有点什么不一样 那我们讲到 刚才这个是有解剖变异的 那我们在一线上 有哪些解剖变异 那这些解剖变异 有什么样的临床意义 那我们这一期课 会给大家介绍一下 那一线的这些正常解剖呢 我想大家在学医学过 不然是在系统解剖 或者是在断层解剖里面 都会讲到 这个一线的这样的一个结构 它是在胃的后方 然后是在横行 在靠近腹腔后面的 它是一个肩胃的器官 其实呢 这头颈体位 其实没有很明显的 分界的 那头往这边 往 往 这个长膝膜上 动静脉的后方 这样转过来之后 我们称为它 脱出来的地方 称为它沟脱 但是呢 我们没有看到 很明确的这个边界 那临近呢 有很多重要的这种血管 动脉的话 我们从上到下 动脉的话 就是腹腔肝 腹腔肝呢 它分支分出来 肝肿动脉 胃阻和皮动脉 那跟胰腺 主要是相关的 因为比较粗的 主要是肝肿动脉 和皮动脉 然后是肠腺脉上动脉 以及它的分支 有很多 其实跟这个 跟胰腺比较接近的 静脉的话 它主要是 门静脉 门静脉的主干 然后是皮静脉 和肠腺脉上静脉 一般来说是 在它胰头颈部的地方 其实胰头的地方 胰头颈的地方 主要是它汇合的地方 那在持共症上的信号呢 T1加全 它相对来说 它的信号比较高 因为它里面 有一种线炮的蛋白 所以尤其在 胰子的情况下 它的信号 还是比较高的 比正常的肝食 这还要高一点 T2加全呢 它是比较等 或者是偏信号偏低 因为跟肝脏 跟脾胀 这位比起来 它还是比较偏低的 那我们看一下 它在持共症上 横端位上的 这个正常的解剖 那大家对CT解剖 比较熟悉的 这个情况下的话 我觉得对于这个解剖 其实也是一样的 因为CT和持共症 都是横端位的解剖 那我们看到 看到这个是 这个是一头的这个地方 一头 一头的这个地方 那我们说 一般来说一头颈的 一般来说 以长性目上静脉 这一侧臂 它分界 这边是一头 当然我们也没有 在解剖上 其实我们不能看到 很明确的 很明确的这样的一个 解剖的这样的一个分界在 然后呢 这边就是十二指肠 十二指肠 因为我们看到 这个一头跟十二指肠 是在十二指肠圈里面的 而且呢 它通过胆容管下单和仪管 它会合 然后是进入 把这个胆汁和仪液 分泌到这个十二指肠里面的 那这边比较粗的是 长性膜上静脉 比较细的 这边呢 应该是长性膜上动脉 在这个地方 然后呢 我们看往这边 血管往这边伸过来的 我们叫一线勾突 一头勾突的地方 那为什么我们要强调 这个勾突的地方呢 因为这个勾突的地方呢 也是一线来耗发的一个部位 而且呢 但是呢 虽然耗发 但是呢 因为这个结构比较小 很容易经常我们会 把它漏掉 假如这个病状比较小的时候 在这个地方 我们不容易去发现 这样的一个病状 所以呢 这个我们要强调一下的 强调一下的 那这个呢 就是一个胆中管 然后我们看到 这点很细的 是一管 因为一线管的话 假如以往的话 我们经常说 在CT上 我们能够看到一线管 就说明一线管是扩张了 那这个是很多年前的 一个说法了 当时的CT的分辨率 也没那么高 没那么高 而且那时候 成后比较厚 一般来说五毫米 甚至有的时候 那时候单层 或者是断层 扫描器的时候 CT的成后是一公分的 所以呢 正常的仪管 它是看不到的 那现在呢 保存的 增强的CT 或者保存的 这个持共症的话 它在正常 这个仪管 我们也能看到 很纤细的 这样一条息管 所以呢 以往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呢 可能现在 已经不实用了 我们要看到 它仪管 仪管是能够正常看到 跟这个胆中管 这样一个会合 那仪景的话呢 我们刚才说到了 其实仪景呢 我们不大看 就是它跟仪头 或者是仪体 它是没有很明确的 这样一个分界的 那一般书上呢 它都会认为 这是长西木上静脉 这个是长西木上动漫 开口的地方 那我们说 在这个右侧臂 划一条线 跟左侧臂划一条线 这个就是仪景的 这个地方 这个仪景的地方 所以仪景是 很狭小的一个部分 很小小的部分 但是呢 其实没有很明确的 这样的一个边界 分界 那这个是一个胆中管 我们看到 十二指肠 是这样过来的 这样过来的 这个边上 是十二指肠的一部分 这个是长西木上动漫 长西木上动漫 那到这边 就是一体 一线一体 这个地方了 这个是长西木上动漫 开口的地方 那再往上的话 其实是腹腔干开口 就是一体尾 一体尾 一体尾 也还有 没有明确的 这样的一个 一个分界 那我们看到一体尾 一体到一尾 是明显的缩小 那这一部分 大概就是一尾的部分 这个是一体的部分 那我们看到 这个 其实是腹腔干的开口 腹腔干的开口 那腹腔干 它其实分出肝肿动漫 和皮动漫 那胃左动漫呢 一般因为比较细 因为我们要在 重建的图上 才能看得很细小 那对于我们来说 一线的病变呢 影响并不是很大 我们主要是看肝肝肿和皮动漫 那这个肝脏的这个解剖的话 我们之前讲过了 那这个因为我们看的是门脉 所以对动脉的这个结构 看得并不是很清楚啊 那我们看到这个是 这个是门静脉的 门静脉的这个主干 我们看到门静脉的主干 这边其实在一线的后方 这个是皮静脉 这个往这边走性 然后到达这个皮门的这个地方 所以呢静脉在这一期 我们看得比较清楚 动脉的话 我后面会给大家 讲到这个动脉期的这个结构 动脉期的结构 那我们这个的话 就是正常的这个一线管的 这样的一个走性 胆中管 然后是跟这个仪管 这个是主仪管 主仪管这样 跟胆中管汇合 进入到这个是十二指肠 这个十二指肠降步 水平淡深步 那我们正好这里面看到 这里面正好有点水 所以呢我们看得比较清楚 这十二指肠 那我们在这个地方呢 其实我们看到一条很细的 这个 这个是因为 胆中管下端和仪管 才开口仪 十二指肠 乳头的那 这边副仪管 开口仪副乳头 这个是一个正常的结构 当然有的时候 这种副仪管 因为比较细少 我们说在影像上 不一定能够看到 但是呢看不到 没有关系 主要是它假如是 增出了 我们才会发现 它是有问题的 有问题的 所以呢我们会看到 这个是副仪管 这个是胆中管 这个是正常的 仪管的这样的一个解剖 那我们有的时候 我们会看到 这种解剖的变异啊 解剖的变异 这个仪管会打个圈 绕一圈 就像一个 对 它的走形啊什么 有的时候会有一些变异 这个呢大家 我们只要没有看到里面的充益 缺身 没有很明确的 决线性的这种扩张 我们看到最后 它跟它开口这个地方 那像这种的话 都是一些比较正常的 这种解剖的这种变异啊 那我们看副仪管 看动脉 动脉气的话 我们知道 其实这个仪线的话 在动脉气强化是比较明显的 我们看到这个ETV 这个地方 比刚才 因为这个时候 它的强化程度 要比周围的这个肝脏啊什么 周围的结构都强 所以呢我们看 在动脉气的时候 其实这个仪线 就会比较凸显的 比较明显 那我们看到 这个是腹腔干的 开口 然后是往这边走的 走在胰线的这个后方的 那是一个皮动脉 那往这边走的是肝肿动脉 然后肝肿动脉 之后再分出 一时二时肠动脉 再到肝动脉 然后再肝左肝右 这样的一个分界 那我们在这边一线上 因为我们看到 这个假如胰线癌 很容易侵犯到这个血管 所以呢我们要认识到 它侵犯到哪根血管 怎么样侵犯的 这个的话 对临床的 对临床上 它这个仪线癌的 这个可切除性的判断 其实还是很重要的 那这个是长心目上动脉 开口的这样的一个地方 我们看到这个 是长心目上动脉 走心 其实这边 这根是长心目上筋脉 刚才我们提到 那为什么这边是一个黑的呢 因为动脉里面 动脉气的话 门筋脉 噪音机还没有到门筋脉 所以一开始我给大家看了 是门筋脉的时候 跟肝动脉强化 没那么明显 因为它的噪音机 溶度下降了 那我们看 这个的话 是长心目上筋脉 这个是动脉 那我们看这边 其实它是 这个 一线 十字 其实还是明显 这个是十二指上 所以呢 这个解剖 其实通过动脉气 和蒙脉气 我们能够对动脉 静脉一线的结构和周围的这个跟周围的关系 其实还是虽然都比较小 这种结构比较紧凑 但是呢 我们还是能够很清楚的看到 那我们对于这种结构非常清楚的认识以后 那我们看 这个到底有没有什么病变 就比较清楚 那我们接下来就看它的信号的特点 信号的特点呢 我们说 T加全的 频率饱和抑制项 其实对一线的结构 会显示的比较清楚 因为它的本身的信号 会比肝脏的会高 因为它含有里面的这种 线泡蛋白啊 里面 蛋白的这个含量比较高 在一线因为它要分泌一叶高 所以呢 它会凸显的比较厉害 周围的脂肪被溢掉了的话 它的对比都会比较明显 所以呢 它的T一纸上 其实显示的非常清楚 这个一线 假如中间有病变的话 其实平少有的时候 它对病召的这个显示 其实也是挺清楚的 那这个是正向位 正向位因为它本身信号 一线的实质正常性而高 所以呢 跟一线 它其实里面的对比度 会相对来说 对比度比较差 那我们看到正反向位 那我们能够看到 这个勾边效应啊 能够看到这个勾边效应的话 其实对于 勾边效应的话 我们看到这个 对于这个一线的这个边界 会显示的比较清楚 会显示的比较清楚 所以呢 我们要知道信号的特点 那这个呢 是T二加全 T二加全呢 我们看到 它的信号 是基本上跟肝脏的 是偏等的 偏等的 在迷信上也是这样 信号跟肝脏 是跟周围机构比较等 有的时候 甚至会比正常的 肝脏之后 T二加全会低一点 低一点 那这个是我们正常的 那我们看 它的这个强化的这个曲线 强化的曲线呢 因为它是一个 一个内分泌的器官 所以呢 它这个动脉的这个强化 是 就是它的这个强化程度 血供是非常丰富的 那我们看 这一条 这一条是一个 主动脉的这个曲线 那这一条呢 是门静脉的 那我们看这条 这条是正常的胰线的 那我们看这个胰线 这条是肝脏的 胰线和肝脏 其实在前期的话 胰线都是比肝脏 强化明显的 但是到了后期的话 我们看到 它胰线的强化程度 慢慢下降 是低级肝脏的试试 其实呢 主要是在动脉期 动脉期的时候 我们看到胰线的 比肝脏明显的强化 而到了门脉期 那肝脏的这个曲线 强化程度会更明显 那我们看这个 就是平少的这个胰线 那我们看动脉期 它的强化比正常的 肝脂肢要高 但是到了门脉期 我们看肝脏 会比胰线会更高一点 所以这个 是它的一个 强化的这样一个特点 那我们后面会讲到 这个胰线的 这个脂肪颈论 胰线的脂肪颈论 在我们临床工作当中 其实还是很多件的 那弥漫性的这种 一线的这种脂肪颈论呢 其实我们很容易 把它鉴别开来 但是有的时候会局限性的 我们需要跟肿瘤来鉴别 那这个毫无疑问 它是一个良性的一个病变 那大部分人会 没有症状的 那范围很广 有的时候会引起 内分泌的分泌的基础的不足 那现在的研究说 会引起很多的这种代谢 或者是这种糖尿病的 这种会跟它是相关的 当然我们目前认为 大部分我们在临床上碰到的 都是一些老年人 随着年龄大 这个一线萎缩脂肪颈论 当然它跟其他的一些 代谢性疾病 目前研究表示 可能是有相关性的 有相关性的 那我们主要 对于我们影像科的人来说 我们主要是要看 对于持工症来说 我们主要是看 它到底有没有紧乱 然后紧乱的程度是怎么样 然后呢 局限性的这个紧乱 我们需要跟肿瘤见别 那它可以是弥漫性的 均匀的这样的紧乱 也可以说 看到不均匀的 有些地方有 有些地方没有 那是 也可能是局限性的 那局限性的 最常见的是在乙头的地方 很容易有的时候 经常会跟肿瘤 不容易这个鉴别 那没有经验的话 就都会 经常会把它认为 这个是一个肿瘤 那我们说 持工症的话 对于它的这个脂肪技术 是非常有帮助 以它的判断 尤其是正反向位 和频率饱和意志 两种意志的方式 结合起来的话 其实还是非常有帮助的 那我们看这个病 这个呢 我们看到 在这个是正向位上 正向位上 我们看到 整个这个一线 其实还是 然后信号是 还是比较高的 跟基本上 跟周 要接近周围的 这个脂肪的这个信号 那我们看 在反向位上 我们看到 它还是比较精灵的 弥漫的 这样 这个信号的这个下降 我记得 好像我在 脂肪意志技术 这一集里面 其实讲到了 我们为什么反向位上 会 会这个明显 那频率饱和意志 会不明显一点 因为它是散在 这个脂肪的锦润 散在一线 的是这里面的 那在提出里面 我们说脂肪和水的信号 是相减的 所以呢 反向位上 会更明显一点 比频率饱和 更明显一点 那我们看 T2加全的话 这时候 因为我们 T2加全是 一纸项的 所以呢 它里面的脂肪成分 很多 那我们刚才说 正常的话 基本上我们 一线的脂肪 跟干脂肪 是相等的 但是这个人 因为含有脂肪 很高 很多 所以呢 它有一纸 技术之后呢 它的这个信号 要比干十字的信号 要明显的 这样低 那这个病人 我们看到 在反向位上 或者频率 我们看 这一段 它的信号 这一段 它的信号 其实还是 在 益子上是高的 当然我们在 频率饱和 其实还是能够 看到它益子 但是呢 中间夹杂的 一些高的 一些信号 就是脂肪 非常多的 这情况下 那我们在益子上 在频率饱和上 益子上 那在这个地方 其实我们看到 它是散在 在里面的 散在在里面的 我们看到 这个是 不益子的 所以呢 我们看到 这个是比较散 这个是大块的 就是脂肪井能 非常明显的 局限性的 那反向位上 会是异不掉的 那频率饱和 T2加权 和这个频率饱和 T2加权 和T1加权的 频率饱和益子 我们看 明显的异掉 而这边的话 因为它是反向位的 所以我们看到 这边是明显 所以呢 这种两种 益子技术的饱和 我们结合 我们能够看到 这种不均匀的 这种脂肪井能 其实应该在 反向位上 我们看到 这个地方 其实脂肪井能 更明显 因为全部溢下来了 而这个地方 其实是散在的 这样 一个井论的 这不均匀的 那我们为什么要 前面要讲到 不均匀呢 那主要是我们了解了 这种弥漫性的 或者不均匀的 这种井论 那我们最后 给大家讲 这个局限性的井论 那大家就 比较好理解了 那我们看 这个的话 CT 在这个是 胆中管 十二指掌 我们看到 这个一线 这边是靠近 沟通这个地方 那这一片 密度是低下来了 然后我们增强以后 它的强化的程度 也没有那么明显 没有 比正常的要低 那到了延迟期 也是偏低的 那很容易 在外园 就是把它误认为 这个 是个 站位 在CT上 很容易把它 这个会不会 涨了个肿瘤 但是你比较有经验的话 就觉得 这个 可能是一个 一线的脂肪 决限性的 这种脂肪井论 当然我们要 证实它 我们最好是 做个持功证 那我们看 这个做个持功证 我们看到 这个 其实在 频率饱和一纸 T2加全 只是会 信号会更低一点 那我们看到 在正向位上 它的信号 基本上是正常的 那我们看到 反向位上 这一片是低下来的 所以呢 我们能够证实 它里面含有 这种脂肪的 这种井论 脂肪的井论 那我们看 在这个地方 其实它 这个 ET尾 其实是正常的 ET尾 它是正常的 所以呢 这个只是 一线 一头的 这个地方 当然我们说 它跟一线的 鉴别 还有其他 除了这个 频率饱和一 在CT上 我们怎么鉴别呢 因为一线 或者一头 会引起一个 强化的程度 会不一样 那一线 它是会 会相对 会更低 那 一线 的话 它还会引起 疑管的扩张 远端 疑体 为了萎缩 在一头的话 很容易侵犯 胆中管 那假如像 其他的肿瘤 比如说像 神经内贫敏 肿瘤 那它的强化 程度会不一样 那我们看到 比如说 是这种 死甲 什么 它的强化 程度和 它的这个 站位 这个 这个里面 这个病灶的 这个 形态 它还是会不一样的 当然像 实性甲鲁头状流 后发炎 年轻女性 这一类的 所以呢 我们其实还是 比较容易见病 当然我们 在持工症上 我们进一步的 证实 正反向位 能够确定 它里面含有脂肪 那大部分的肿瘤 其实在仪线上 是没有这个含止的 所以呢 这个是仪线的 脂肪瘴乱 我们经常会容易 把它误认为病变 那仪线的分裂呢 是比较常见的 先天气型 它主要是 仪侧背侧 这个没有完全融合 或者是融合的 不完全 不完全 那像这种呢 我们说 一般来说 它不需要特殊的治疗 但是呢 它由于 就相当于这个 背侧的这个仪管呢 背侧的 副侧的 副侧的仪管 就是我们说的 原来的这个 主仪管基本委属 它主要是 靠副仪管来引流 副仪管 通过副鲤头 引流这个仪业呢 那有的时候 它会有一些 这个引流不畅 会引起 容易引起 一线炎的 反复的这个发作 那在我们持工制上呢 主要是背侧的仪管 通过这个胆中管的前方 开口于十二指上的副鲤头 副鲤头 然后呢 这原来的这主仪管的这个位置上 就是十二指上鲤头的位置 那有的时候会非常细 或者是 看不出来 那我们看 这个是正常的这个仪管 这个发展 这个是副仪管 我们看到 然后是这个是主仪管 然后是跟十二指上 开口于大鲤头 这边是开口于它的副鲤头的 小副鲤头 那一线风力呢 就是这两部分 没有完全融合 那我们看到 这个的话 通过副仪管 那这个主仪管的话 很细 有的时候会 这两个会 有的时候会有相通 会有小仪管 会很细的仪管连通 那有的时候呢 它是不连通的 不连通的 所以呢 这个在我们MRCP上 我们能够看到 其实这个是正常的 这个呢 就是看到这样的一个通过副仪管 这个主仪管 它是独立的 那这个呢 有的时候我们看到 这里面是有交通支 这里面是有交通支的 有的时候会反过来 那这种情况 主要是这种是 这两种是比较常见 这种是最经典的 这种现在 那我们看 这个的话 其实这个是一个仪管 那我们看到 这按照道理来说 这个是胆中管 胆中管是开口于 十二指上鲤头的 那十二指上鲤头 那我们看到 这一条 它也是 这个是原来的主仪管 但是呢 我们看到 它其实跟这边的是 是通过很细的 一条仪管是通的 那主要是通过 这个副仪管通过 这个是一个 比较典型的 这样一个仪线分立 那我们看到 这个主仪管 和原来的副仪管之间 其实是有相通的 那像这个 其实也是这样 我们看到 这个副仪管 明显的扩张 主要的功能 其实通过是副仪管 主仪管的话 基本上 萎缩很细 那中间 有的时候 会有一种 小的分子 连在一起 连在一起 那我们看 这个的话 我们看到 这主仪管的话 基本上就是 看不到了 那原来的这个 背侧的这个仪管 明显的扩张 通过这个 十二指上鲤头 这个是大鲤头 应该在 十二指上鲤头 在这个地方 所以它通过 副仪头的 这个引流 当然这个病人 像比较粗 那我们应该 能够看到 就是它有的时候 假如是 引流不上 或者它容易 因为腹仪头 比较小嘛 它容易引起一些 压力增高 会反复的发作 这个 这个一线炎 那我们看 在冠状位上 恒端位的增强 有的时候 我们并不是能 很清楚的看到 冠状位 那当然 这个冠状位上 要仔细看 没有像MICP 那么 那么比较明确的 我们能够看到 因为我前面 讲到了耿左 我们说MICP 尤其是后层的MICP 它就是看解剖 比如说 我们看到耿左 我们首先要知道 耿左的部位在哪里 后层的MICP 一眼就给我们看到了 因为它看解剖 比如干门耿左 看了干门 那我们对着干门看 那像这个也是这样 我们能够看到 它整体的这个解剖 变异在哪里 然后我们横段位 那像这个也是这样 我们看到 它这个一线分离 从MICP上 诊断并不难 但是呢 有的时候 我们会往往会忽视 不去看 这样的病例 那我们看到 这个 它是通过 一线的这个 在这个胆中管的前方 绕过去的 绕过去的 然后开口 在横段位上 与针业横段位上 有的时候会显得 不是很清楚 那我们说 后层的MICP 对于这个 对于它的这个诊断 其实对于它的解剖 异常的这个通道 其实显示的会非常清楚 那最后一个呢 我会 解剖 我们在临床上 我们经常容易会把它 误认为 这个肿瘤 尤其是 它会引起 梗阻的时候 那就环状一线 假如它没有症状 一般来说 我们不大会把它 误认为病变 误认为病变 它呢 是这个 也是一线的一个 先天变异 它呢 主要是 呈环状 其实就是部分 整个环形的包扰 或者是部分 呈环状的 部分的包扰 这个十二指肠 剑步 降步 一线的这个十字 一线的这个十字 然后呢 它假如是 梗 就是包扰的部位 比较明显的时候呢 它容易会引起 这个十二指肠的狭窄 会引起它的梗阻 会引起它的梗阻 但是呢 我们包扰的 环状包扰的 这个一线的十字 它的信号的特点 和它的里面 在持共振上 T1T2加 它的这个血共 其实跟正常的一线 是一样的 正常的一线 是一样的 所以呢 我们在看图像的时候 我们要仔细的去看 当然它也容易形成 很多的这种病发症 比如说 因为它梗阻 十二指肠的溃疡 然后它也会引起 一管这样 围绕着这样一圈 引流不畅 会引起这种一线眼 极脉性的一线眼 那它还行的 因为十二指肠 被包扰在里面 那这个路头 引流不畅 这种胆汁 会引起 这个胆结石 或者胆道系统的 这些感染 那在持共振上 我刚才已经讲到了 因为它这个包扰 这个十二指肠 这个地方呢 它是跟一线的组织 是一样的 所以它跟一线 是连续在一起的 信号和它的强化 动态的强化方式 都是跟一线 因为我们知道 动脉其他一线 强化非常明显的 高于其他 所以它的动态的 增长方式 其实也有助于诊断的 那我们说 我们判断它 有没有 还藏一线 就是看包扰 十二指肠 有没有大于这180度 然后可以部分的 完全的包扰 那我们说 这个的话 还有一个冠杖位 其实也是很重要的 就看它这个管枪 有没有狭窄 有没有狭窄 那MRCP呢 因为它这个 还藏的这个一线 还是会有移管的 所以呢 我们会形成 还藏的 这样的一个改变 那我们看这个病人 这个病人的话 我们看到 这个是一线 沟通胆中管 那我们看到 这边是一线 但是我们看到 这边 我们看到 它已经包过去了 对吧 在这边 然后呢 我们看它的 强化方式跟一线 是几乎是 一模一样的 一模一样的 在T2加全 它的信号 也是一样的 所以呢 这个是部分的 包扰 十二指肠了 部分的包扰 十二指肠 然后我们看到 其实它的胆管 其实是有点严正的 我们看到 它环形 有点真厚 那我们看到 这个病人 这个病人的话 我们很容易 尤其是这一层 我们很容易 这个椅头 这个地方 会不会长了个东西 那我们看 这个T2加全 T2加全 这个是 现在是这 跟正常的肝脏 是相似的 相似的 我们看到 这个后边 被围绕 接近一圈的位置 发现 它确实 接近一圈 发现 它这个信号 跟T2加全 是一样的 名字上 也是类似的 然后呢 我们看到 这个T1加全 也是这样 那我们看到 增强以后 我们看到 它这个一线 这个包扰的 这个一圈的 这个一线 其实跟它是一样的 所以像这种 我们一定要 连续层面去看 不能只看到 这个会不会是 一线长了个东西 这不是的 这个是正常的 我们看到 边上没有 这个十二指肠了 那十二指肠 是被包进去了 当然 患状位会显得 比较清楚 那我们看 这个病人 这个病人的话 我们看到 这个是 其实 这个是 它一线的沟通 这边十二指肠 还没有包进去 我是把 上面的层面 这个是下面的层面 我们把下面的层面 给大家看了 下面的层面 这个是 它中间的层面 这个是上面层面 慢慢的突出去了 我们看到这个一线 把它包起来了 那我们假如是单纯看到这一层的话 很容易会把它认为 很容易把它认为 这个是一头上长了个东西 这个是小指肠 长了个东西 但是呢 我们要看它的上下层面 慢慢的 你看这边 当然 灌状位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这个人 我们做了个灌状位重建 虽然 因为持公正的 这个 它的空间分辨率 没那么高 所以呢 这个灌状位重建 图像真相并不是很好 但是呢 能说明问题 我们看到 这个是从上走起来 到这边 是跟它十二指肠 这连接起来的 我们看到 这边是正常的 这个一线 那我们看到 这边 其实这个 也是它包了的 这个一线 我们看到 这边 其实把这个 十二指肠 包在里面 所以呢 我们不能单纯的 断章起义的 看某一个截面 这个的截面 一看 这个会不会是个 一线的一个站位 一线的 很容易把它 那我们看到 首先我们要 假如我们单纯 看到这一层 那我们要看到 这个病变的话 其实这个 一线的周围 我们没有看到 十二指肠 因为十二指肠 跟一线是 搭在一起的 我们没有看到 然后我们要看 联系的层面 联系的层面 其实一看 其实就可以 诊断了 就可以诊断了 那你假如不放心 你可以做这样的一个 拉一个冠章位 看一下 的确来证实 你的这个想法 所以呢 我们在临床 过程当中 不能断章期的 看某几层 或者某几层 我们要整体的来看 那必要的时候 我们要借助于 这种冠状位 来对于这个病变 跟周围的 这种解剖的 这个关系 做一个更进一步的了解 那我们再回过头来看 这样的一个病例 这样的病例呢 它里面 其实我们看到 这个病人 其实我们看 这个是跟正常的 这样的一个结构 包了这个十二指肠 我们不管是这个信号 那我们看到 这个冠章位上 到这边 十二指肠 其实是狭窄的 所以呢 它经常会引流不畅 反复的 丧腹不痛 因为它胆子引流不畅 所以呢 它会并发 这种胆管炎 和胆囊结石 我们看胆囊管 和胆囊里面有结石的 当然这个人 其实是胆管 也是有炎症的 也是有炎症的 那我们看到 增强以后 我们看到这个 其实看到 还障 这个增强 跟正常的 一线的强化方式 是一样的 那我们看到 这边冠章位上 但总管壁 末端 其实它是有点 增厚的 冠章位上 其实这边是 一线的一部分 这个也是明显的 这个狭窄的 所以呢 这个是 还障一线 就还障一线 会有一些并发症 会这个呢 是它因为胆管的 炎症 因为它其实在 开口的地方 其实是有点 胆管有点 稍微有点 有点功能性 狭窄有炎症 所以呢 这个后面 ERCP 把它这个 颅头切开的 那除了这个 这些环状的 一线和胆管的 炎症 那我们看到 这边其实是 密度会 信号会有点低的 强化不均匀 强化不均匀 那像这种年龄 偏大的 我们看到 在这个地方 其实一些 勾脱的地方 它在反向位上 其实明显的是 下降的 所以呢 它是有脂肪的 紧乱 那脂肪的紧乱 目前来说 还是跟老年人 有关系啊 那现在慢慢的 这个观点 因为研究的深入 发现它跟有 很多代谢性的 疾病有关系 跟一线的这种 一叶的分泌的功能 功能有关系 尤其是跟糖尿病 和它的体 有些会能操纵啊 什么都是有点关系的 有关系 有很多研究 当然这种 都是没有定论的 但是呢 我们要 对于我们来说 我们要这种 反向位 正向位上 尤其是在 常规的系列上 它有信号 有下降的 不均匀的 我们要仔细看 这种意志的 这种图像 不能把它认为 这是一个 肿瘤性的病变 要因为 脂肪性病变 你看了两种 意志 反向位 正向位 和频率饱和意志 其实很容易会诊断的 所以这个 大家也是要去 不要把它 误认为肿瘤 因为我们经常会碰到 外院拿过来的 说 这个怀疑 一头是肿瘤 一头是肿瘤 但是呢 很多人就不去看 这种正反向位的图 看到它这个 信号的下降 其实你看到 这种信号的下降 其实你就很明确的 很明确的 去看到 这个里面的一些 对于它一线 脂肪颈润的这个诊断 是非常明确的 那最后总结一下 我们一线的这个解剖 我们要了解 它里面的 勾突的这个位置 勾突的这个位置呢 其实 因为很容易 把病变漏掉 而且它很小的病变呢 它会侵犯周围的这个血管 我们看到 它是跟长细膜 上动脉 长细膜上细膜 贴得比较近 跟腹腔干也贴得比较近 它很容易会侵犯到 临近的血管 一线癌很小的时候 它也会侵犯血管 导致了它不能手术 所以呢 我们不仅要了解 它一线的这个解剖 然后要跟周围的血管的 这个关系 也要非常清楚 然后看它的 信号的特点 它的强化方式 跟肝脏是不一样的 脂肪颈论 现在其实很常见 那对于极限性脂肪颈论 我们要跟肿瘤 鉴别 主要是应用两种 正反向位和频率饱和 两种抑制技术的 结合起来 其实判断起来 并不很困难 那MICP呢 对于一线的这个 这个疑管的走形变 尤其是疑线的分立 和它这个 环罩一线里面 这个一圈的 这个疑管 其实对它显示会比较清楚 那对于它变异 整体的变异 其实我还是比较推荐 后层的MICP 其实是非常有帮助的 那环罩一线呢 我们还是 有的时候会不容易 会误认为 这个就是单纯的 这样一个 看其中几个层面的话 很容易把它误认为 是一个肿瘤 那我们在看片子的时候 我们不能断章 其实只看中间的几层 我们要联系层面来看 分析看看 临近周围的十二指肠 在哪里 然后实在你觉得 有点困难的 你可以做个冠状纹 看看疑线跟十二指肠 关系 其实你认识了这个解剖 因为我们知道 环罩一线 它把它包了十二指肠 的那一部分的一线 它是跟正常的一线 信号和它的血供 强化的特点 其实都是相同的 所以呢 其实我们只要注意到 这样一个人 其实还是非常容易判断的 好的 今天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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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